感谢各位参加本次的研讨会 我姓范,我来自于URUS公司 在开始之前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是关于图像采集卡最新的技术和产品的一些内容 包括图像采集卡的一些基本的技术介绍 它的发展趋势和一些最新的出现的技术 接下来呢,我们会介绍一下采集卡在使用时候的选行指南 以及呢,以URUS公司为例,介绍一下市场上目前最新推出的一些图像采集卡产品 以及呢,图像采集技术 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图像采集卡的应用分享 在正式的内容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所代表的URUS公司 URUS呢,是一家位于比利时劣质科技园的高科技公司 创立到现在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它呢,是一家非常注重产品研发和科技创新的公司 提供的产品呢,包括图像和视频的采集组件 图像采集卡,FPGA,IP核和图像处理软件库 这是一家呢,在全球呢,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公司 它一直活跃在呢,计算机视觉,机器视觉,工厂自动化 医疗成像和视频监控市场 接下来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URUS的发展历程 它是1989年呢,在烈日科技园成立的 在成立之后的十几年时间呢,它陆续推出了图像采集卡 视觉软件,以及Camera Link采集卡的产品 那么到2001年呢,URUS开始了海外扩张 分别在新加坡和美国呢,成立了分公司 那紧接着呢,它继续呢,产品研发 又推出了QoExpress的采集卡 到2015年呢,URUS在国内上海呢,开始设立办公室 2016年呢,在日本呢,设立了东京办公室 2017年呢,URUS又收购了德国的Sensor to Image公司 2021年呢,URUS在国内设立了第二家办公室 深圳办公室 URUS现在的CEO呢,是Mark Dunwood先生 他是1989年加入URUS的 2011年呢,他出任URUS的CEO 那么Mark呢,具有非常专业的技术背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在他的领导下呢,URUS这几年呢,一直在高速的发展 URUS呢,在全球呢,有广泛的分支机构 它的总部呢,就设在比利时烈日市 那分别在比利时和德国呢,具有研发中心 然后在美国、新加坡、日本、国内的上海和深圳呢 有当地的办公室 另外呢,URUS还有遍布全球的广泛的销售网络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重点介绍一下图像采集卡 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会介绍图像采集卡的技术规格 最新的技术动态,以及选行指南 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图像采集卡的作用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说,我的应用中呢 根本用不到图像采集卡 是的,在目前的一些对图像采集要求较低的场合呢 相机呢,是不需要通过连接图像采集卡就可以工作的 但是呢,图像采集的机制呢,还是有的 而这部分机制呢,是由系统的CPU和内存,或者是网卡来承担的 而这种情况下呢,只是没有专门设计的图像采集卡而已 但是呢,当图像采集的功能要求专业化 而且呢,性能要求提高的时候呢 图像采集卡呢,就不可能不使用了 所以图像采集卡呢,它的核心作用呢 它是实现图像采集功能和性能的核心部件 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呢,它是起一个连接作用 它呢,实现图像信号呢,从相机到主机的连接 第二个呢,它要实现的控制的作用 这个呢,包括对相机的控制 比方说,它对它的进行触发控制 对它进行持续控制 以及呢,对外围设备进行控制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它是传输 它要将呢,图像数据信号呢 可靠的传输到PC主机 那第四个呢,它要对数据呢 它要进行一些操作 比方说缓存啊,DMA啊 然后第五个作用呢 它要实现呢,图像数据的预处理 那么通过图像采集卡呢 可以呢,有效的减少 主机CPU和内存的占用 而且呢,它呢,实际上呢 是图像采集起中心作用的一个部件 它呢,要精准的协调相机 外设主机的工作,保证它们呢 按照设计的时序来完成工作 下面呢,我们通过 讨论图像采集卡的技术规格呢 对它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 第一个要去了解的呢 就是它的接口标准 图像采集卡的接口标准呢 是指它的开发设计的时候呢 所遵循的视觉标准 那视觉标准呢 它实际上呢 是视觉组件的一种互联标准 那呢,包括呢 数据格式、控制协议和硬件规格等 那目前流行的视觉标准呢 包括Jiggy Vision U3 Vision 然后Camera Link Camera Link HS 以及QoExpress 那么市场上主流的采集卡呢 一般呢,都是Camera Link和QoExpress接口的 这些不同的接口呢 它呢,具有不同的优缺点 在带宽、触发抖动 可支持的线览长度 以及它们未来的眼睛方向上面呢 都各有优劣 相机和IO控制呢 是图像采集卡呢 作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规格指标 所谓相机控制呢 是指图像采集卡呢 如何控制相机呢 进行触发 配合它的不同的面震 或者线扫模式呢 进行工作 并且进行 比方说供电管理的一些其他机制 那么触发信号的质量呢 是相机控制里头呢 最为关键的一个参数 触发呢 抖动越小 那么采图过程就越稳定 反过来呢 图像采集它的速度越快 要求越高 那么对触发信号的质量 要求也就越高 需要指出的呢 是不同视觉标准 它定义的触发信号的 规格指标呢 是不同的 面震相机和线扫相机呢 它们呢 采用了不同的触发和彩图机制 那线扫相机呢 它的触发机制呢 是更为的复杂 那么采集卡呢 对外设的Io控制呢 它要包括对光源 编码器 移动平台 PLC等外部辅助设备的集中控制 不同的外设呢 它是需要不同的Io类型的 那么高端的采集卡呢 它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Io信号 比方说插分信号 隔离电流感应信号等 那么高端的采集卡呢 还在Io的功能上面呢 提供一些丰富的附加功能 比方说信号去杂 即兴控制 或者是触发编程 数据传输指标呢 也是图像采集卡呢 最为关键的技术指标之一 它包括呢 下面几个方面 传输带宽 距离 信号的延迟和质量 和链路的扩展 那传输带宽呢 它是指的是 是从单位时间内呢 可以传输的 图像数据的总量 它呢 是系统的最高图 分辨率和帧率 两个参数的上限决定值 那么传输距离呢 指的是从相机的输出 到图像采集卡的输入 中间可支持的 最长的距离 那么传输延迟呢 指的是图像呢 从相机传输到采集卡的 这个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 那么有一些应用呢 它对传输延迟的要求呢 是非常的高的 Cameralink和Quack Express 两个标准呢 它们的传输延迟性能呢 都非常的不错 那么信号质量呢 是在图像传输过程中呢 是否有噪声 失真 异常 信息缺失 严重到丢针 高质量的信号呢 是后续图像处理工作的基础 那么要想实现图像 处理检测的准确性呢 首先呢 要有高质量的信号做保证 那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链路扩展 链路扩展呢 我们先介绍一个链路聚合的概念 链路聚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打个比方说 我有N个一级带宽的链路 那么如果它呢 具有链路聚合的特性呢 我把它放在一起呢 它就可以实现N倍的带宽 那如果它不支持链路聚合呢 它仍然是N个一级带宽的链路 那么有了这个链路聚合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呢 通过它呢 然后实现这个链路的扩增 然后呢 实现了逻辑上的带宽的扩展 图像采集卡的数据操作方面的指标呢 属于比较高级的指标 能够深入的理解这些指标呢 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 那为什么有的应用和系统呢 那必须要采用图像采集卡 图像采集卡呢 可以对数据呢 进行缓存DMA 还有剪切翻转等一些操作 这里的缓存呢指的是图像采集卡呢 它可以呢提供在传感器的输出和PCME 总线之间的缓存机制 从而呢保证图像呢 正常的接收和传输 那么DMA呢指的是通过总线呢 将图像数据呢直接传输到主机的内存 减少呢对CPU的占用 图像采集卡呢 还可以完成图像的反转剪切 抽取分针等操作 那这些操作呢都非常的占用资源 图像采集卡呢 一般都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像素格式 还可以进行各种像素级的操作 比方说呢未尝转换 字节顺序交换 还有呢像贝尔到RGB的转换 那直接呢把所需要格式的图像呢 输入到主机中去 另外一个呢图像采集卡呢 它还可以支持不同传感器的Type Geometry和Stream Type Geometry呢指的是呢 在一次传输的图像区域内呢 X方向和Y方向它传输的区域数 以及每个区域内的像素的数量 所谓Stream的概念呢指的是呢 这个随着传感器它输出的增加呢 它把图像数据呢是分多个独立的Stream来完成的 那图像采集卡呢 它可以呢对这些独立的Stream的进行合并 然后将合并完的数据呢 传入到主机中去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图像的预处理能力 这也是图像采集卡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级功能 图像采集卡的预处理能力呢 是指呢图像在被传输到主机之前呢 对图像呢进行各种的预先的处理 图像采集卡呢 适合呢对高并发行的任务呢进行处理 包括呢像滤波啊卷积啊 像素格式转换啊分割啊 查找表啊统计啊压缩啊 这样各种各样的 对于高吞吐量的数据传输来说呢 主机的CPU和内存资源呢 肯定就成了它的性能瓶颈 那么呢预处理呢可以有效的帮助降低对主机资源的占用 刚才总结完了图像采集卡各方面的技术指标呢 我们了解到它的确是在承担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 帮主机呢实现了性能的优化 那么这些技术指标是如何升级和眼镜啊 来满足图像应用啊 它需求的升级和变化的呢 未来一代的图像采集卡呢 它会有很多的技术特征 但首先呢它支持的图像传输的速度呢 会不断的提高 那么更高的图像传输速度呢 就需要更多的带宽支持 那么图像采集卡呢 它必须能够提供更高的带宽 来实现这些更高的传输速度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随着这个图像传输速度的提高呢 数据容量呢也会越来越大 那资源运算资源的瓶颈问题呢 会越来越严重 那图像采集卡呢 它必须提供更高效的缓存DMA 或者其他数据的操作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数据操作呢 它对这个CPU或内存资源的占用呢 也会升高 那么图像采集卡呢 必须能够有效的来分担这些任务 那图像采集卡呢 它还必须通过构建的高性能计算架构 来承担的对数据容量和任务复合的增长的这个要求 比方说呢 它可以通过纵向的扩展 使用GPU FPGA等资源来分担CPU的复合 或者呢 它可以通过横向扩展的构建的分布式或者集群式的系统 来分摊的总的任务复合 另外的一些新的技术呢 也会被融合进来 然后突破旧有技术的性能和规格的限制 并且呢 实现这个单位成本的降低 还有就是使用的复杂度 增加开发的友好性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新一代的图像采集卡呢 正在采用哪些新的技术 或者有哪些新的技术呢 正在开发中 首先呢 我们看看呢 数据通讯和传输技术方面 Quack Express单路的采集卡呢 现在呢 已经能够提供12.5G的带宽 25G带宽的产品呢 也已经在开发中 那么在未来呢 50G或者更高的带宽呢 都会有相应的应用 那GK Vision的10G带宽的产品呢 日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呢 由于GK Vision在传输中呢 对CPU和内存的资源占用的较高 那么我们相信呢 那在将来呢 专用的GK Vision图像采集卡呢 也会成为这个必需和主流 利用Rocky V2呢 实现RDMA呢 可以将呢 GK Vision的带宽呢 提高到25G 50G 或者甚至更高 那Eursis呢 呃 子公司呢 Sense2Image呢 它提供GK Vision 10G 25G 这个接收端的IP 和这个采集卡的参考设计 可以利用它呢 来开发专用的 GK Vision采集卡 传输媒介方面呢 也有新的变化 新一代的图像采集卡呢 传输媒介呢 将逐渐的从那个 铜材电缆呢 向光纤转移 因为光纤呢 它具有更好的衰减特性 支持更长的传输距离 而且呢 更便宜 Eursis呢 也提供这个 QX Over Fiber的协议标准 和相应的FPG IP 可以支持的相机和采集卡厂商呢 开发呢 以光纤作为传输媒介的产品 其次呢 高性能计算架构和 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呢 也越来越被图像采集卡的设计所采用 有关高性能计算架构方面的技术呢 第一个呢 是GPU直传 它指的是将图像呢 从总线呢 直接呢 传到GPU呢 进行处理 从而呢 减少对GPU和内存资源的占用 像Eursis呢 它提供Direct GPU技术 支持AMD和英伟达呢 两大主流的高性能GPU 另外一个呢 就是开放的FPGA 我们知道图像采集卡上呢 它都采用了FPGA 那通过开放这个FPGA呢 进行图像处理 然后呢 解决CPU算力不足的问题 Eursis呢 提供Custom Logic FPGA编程接口 也可以实现FPGA的开放编程 再者呢 就是像图像压缩啊 3D激光拟合啊 这种资源 消耗非常严重的功能呢 也越来越多的 移到了图像采集卡上 通过板载域处理功能来实现 最后呢 还有一个图像转发功能 图像转发呢 它指的是呢 为了解决系统呢 图像处理能力的紧张问题 通过构建这个分布式的系统 然后来将图像转发的任务呢 分发到不同的主机来进行处理 那么Eursis呢 它的图像转发技术呢 它以产品特殊功能的形式呢 提供用户呢 那不需要呢 使用专门的外设来进行部署 而且呢 它工作稳定 理论上呢 没有传出延迟 所以能够非常有效的呢 构建这个分布式的图像处理系统 还有更多的其他新技术呢 也被图像采集卡的设计所采用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呢 是嵌入式架构 高级的图像采集卡呢 它可以支持嵌入式架构的系统 并且呢提供呢 各种嵌入式系统下面的驱动 那嵌入式呢 可以提供ARM架构下面 Linux系统的驱动 也可以提供呢 M1 M2芯片架构 MacOS的操作系统的驱动 第二个呢 我们说一下那个Python Bonding Python语言呢 现在呢大型提到 很多人呢 利用它来开发尚未的应用 但是呢 Python语言呢 它有它的不足之处 它的 对于那个底层的 代码性能呢有所不足 所以呢 很多的底层呢 控制代码呢 仍然是用C或者C++来写的 那Python Bonding呢 允许呢 Python的开发者呢 调用C或者C++函数 那Urasis呢 它的图像采集卡的驱动程序 eGrabber呢 它为它所有支持的采集卡呢 都提供Python Bonding的功能 让用户呢 实现应用轻松开发的同时呢 可以保证 底层代码的性能 第三个呢 是Genicam Genicam呢 是一个通用的 图像组件的接口标准 然后遵循它的 图像组件呢 都可以呢 无障碍的实现兼容互联 最后呢 是关于多相机系统的支持 多相机系统呢 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呢 是相机同步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不同的相机 它的丰富的连接方式 选择的问题 那么高级的图像采集卡呢 它能够很好的支持 这两方面的需求 像EOSIS呢 CameraLink和Quack Express 图像采集卡呢 它都可以提供简单可靠的 硬件同步机制 那么充分了解了图像采集卡 以及它的技术细节之后呢 我们来谈一下 如何进行图像采集卡的选行 在这里呢 我帮大家呢 做一些总结 首先呢 要需要考虑呢 图像采集卡的硬件指标 这些硬件指标呢 我们之前都谈到过 比方说视觉标准 视觉标准呢 决定了好多硬件性能的上限 然后呢 还有这个相机控制和IO 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出发和同步 传输指标 包括带宽啊 延迟啊 距离啊 这些呢 都会对系统的设计有影响 然后呢 还有数据操作和数据处理 这个呢 是采集卡最为重要的功能 也是它的这个价值的体现的部分 那么 通过采集卡来进行 数据操作和预处理呢 可以呢 解决数据处理的这个瓶颈 然后呢实现呢 系统的数据处理平衡 最后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功能 比方说 采集卡对相机的供电 它的输出功率 然后它的一些高级的功能 像数据转发啊 GPU直传啊 多相机混联啊 图像采集卡相关的软件指标呢 也是重量的考验因素 那么 第一个 软件指标呢 就是驱动软件 驱动软件呢 它是图像采集卡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接口 同时呢 很多的驱动软件呢 它也提供了各种的使用或者是开发的工具 另外的驱动软件呢 它还提供了跟上位的图像处理软件之间的一种接口 让方便的开发的时候呢 直接对硬件资源的进行调用 另外一个软件指标呢 是操作系统和开发环境 Windows呢 基本上呢 还是比较主流的 采用的操作系统 它Linux的使用也越来越多 那Windows呢 存在于多个历史的版本问题 Linux呢 的情况呢 就更为复杂了 因为有多个的厂商 也在发布不同的历史版本 所以呢 我们呢 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 来选择合适的操作系统 而采集卡呢 必须呢 也相应的能够支持 主流的开发语言呢 仍然是CE和C++或者是.NET 但是呢 如果能够提供像Python Bonding这样的接口呢 可以让开发工作呢更为轻松 另外呢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辅助的软件工具 也是一个考量 如果采集卡呢 它可以提供像事件记录工具啊 OM Key啊 这样的工具呢 可以帮助开发者呢 节省很多的这个代码编写时间 那么最后呢 配套标准呢 也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不可遗漏的因素 这些呢 就比方说 主机架构 以及通讯总线呢 也都需要一起来考虑 另外呢 现场环境呢 还要求采集卡呢 也具有电子抗扰性 机械力 或者是 那个外界的这个温度啊 环境湿度啊 这些的抵抗 谈完了图像采集卡技术方面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上的有哪些新的图像采集卡产品 啊 URASUS呢 作为全球著名的图像采集卡供应商呢 在新产品 研发方面呢 一直是领先 啊 它也有很多业界的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所以呢 我们呢不妨呢 通过URASUS的产品来了解一下这些最新的图像采集卡 采用光纤做传输媒介呢 是图像采集卡的传输媒介的一个重大的技术更新 光纤呢 具有非常大的传输距离的优势 而且呢 具有很强的抗扰性 那QAXLINK QSFP PLUS呢 就是一款的光纤传输的采集卡 啊 这款采集卡呢 它有一路的40G的QSFP PLUS光学输入模口 然后支持呢 5G的带宽 需要呢PCI3.0x8的总线 支持呢URASUS的Memento时间记录工具和FPGA开发 配套不同的光学模块呢 它可以支持40公里或者150米的传输距离 CAMERA LINK标准呢 虽然是很成熟的视觉标准 但是呢仍然是图像采集卡呢 所采用的主要的视觉标准之一 那URASUS呢 推出了一款CAMERA LINK标准的图像采集卡 GRABLINK DUO 加入了对GENICAM的支持 以及URASUS独家的ECO技术 还支持这个Memento时间记录软件 它呢可以支持BASE MEDIA-72或者是80bit 然后需要呢PCIe呢2.0x4的总线 同时呢 同时呢支持相机供电 QAX LINK QUAD CXP12呢 是一款高端的四路CXP12采集卡 它呢支持呢5G的相机带宽 需要呢PCIe3.0x8的总线 它支持呢Memento时间记录工具 同时呢也支持FPGA开发 QAX LINK QUAD CXP12 是相对于前面一款来讲呢 根据经济性的四路CXP12采集卡 它同样的也是支持5G的太宽 需要呢PCIe3.0x8的总线 支持呢Memento软件 但是呢它呢不能够进行FPGA开发 QAX LINK CXP12到QSFPPLUS转接盒呢 可以将普通的CXP12相机呢 连接到光纤卡上使用 它呢是支持的呢 QAX PRICE OVER FIBER这个协议的 然后支持呢一路的40G的光纤输入 然后5G的相机带宽 可以提供呢POCXP相机供电 顺便多介绍一下这个转接盒的一些技术细节 下面这张图呢呃演示了 然后如何将相机通过转接盒连接到光纤卡 呃需要强调的是呢 目前呢这个转接盒呢 只支持呢one stream的相机 就是一路stream的传感器的相机 但是呢它可以向下呢 兼容多种的CXP速率 QAX LINK Quad CXP12DF呢 是一款带有四路输入和四路呢 数据转发输出的采集卡 呃它支持的相机带宽呢也是5G 呃需要呢PCI3.0x8的总线 也是支持呢Memanto软件 除了前面的产品呢 除了前面的产品呢 Eurasis呢还有一些更高端的产品呢 正在研发中啊 简单的跟大家透露一下 呃第一款产品呢 是QAX LINK OCTO CXP12 这是一款呢八路的CXP12 图像采集卡 它的相机带宽呢是10G 另外一款呢是QAX LINK QSFP28 这是一款呢基于CXP25速率的采集卡 也是一款光纤卡 呃它的带宽呢也是10G 那么这根卡呢将是市面上第一款 CXP25速率的图像采集卡 呃Eurasis呢还有很多其他的 呃前几年推出的存上采集卡呢 仍然在持续的销售中 这个包括呢非常热卖的QAX LINK QAD D3 和QAX LINK DUO CXP12 呃有关更多的信息呢 大家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去获得呃规格资料 另外呢Eurasis呢还在继续提供呢 早些年开发的CAMERA LINK的采集卡 包括Grablink 4XR 啊Grablink 4Duo Base和Base 图像采集卡产品的功能呢 需要图像采集技术来支撑 图像采集技术的发展呢 要先于图像采集卡的设计 那么我们啊来了解一下 它们的最新的发展动态 以及它们是如何突破性的解决 各种日益增长的问题的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超长距离传输的实现 对于长距离传输来说 有两个问题一直呢期待解决 一个呢是超长距离传输 另外一个呢是随着带宽的增长呢 同缆的传输距离缩短的问题 那么Euresis呢在Quack Express 协议的基础上呢 扩展出了Quack Express Over Fiber 这样子一个 协议技术 然后呢从而呢 实现了Quack Express 在光纤上面的传输 有了光纤传输呢 那我们可以实现呢更长的传输距离 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实现呢 多磨光纤150米的传输 或者单磨光纤40公里的传输 同时呢随着呢带宽的增长呢 同缆的传输距离日益下降的问题呢 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当单台主机的数据处理速度呢 无法满足应用的时候呢 就需要构建多主机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多主机系统的构建呢 涉及到了高速的数据交换 可靠性和延迟 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 那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技术呢 能够来实现多主机系统的构建呢 答案就是呢 数据转发机制 数据转发机制呢 指的就是通过图像采集卡呢 将相机的图像呢 转发到多台的数据处理的主机上 来降低呢每台主机需要处理的负载压力 那么通过这个机制呢 可以呢快速而稳定的构建 多主机系统 搭建的图像处理计算的矩阵 同时呢它的延迟呢 也可以得到保证 另外呢就是它的集连数呢也足够的多 我们实测呢可以达到十几集 3D图像采集呢需要占用大量的计算资源 来进行轮廓线的拟合计算 如果这部分工作呢 从主机的CPU转移到采集卡上进行呢 可以大幅的降低主机的负载 USIS呢提供一款呢 QUAXLINK QUA的3D LLE图像采集卡 可以实现呢板载的3D LLE功能 那么利用它呢可以实现呢 对CPU自用的资源的零占用 并且呢可以输出呢2.5G的带宽 实现的轮廓线拟合的快速处理 在某些情况下呢图像采集卡输出的图像数据呢 需要被存储下来 原始图像的存储过程呢不但占用CPU和内存储资源 也占用了大量的存储空间 那么带有JPEG压缩的图像采集卡呢 它可以直接输出压缩过的图像 从而呢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USIS的QUAXLINK QUAD CXP12 JPEG的图像采集卡呢 提供呢板载的JPEG压缩功能 可以呢设置图像的输出质量范围 并且呢提供这个压缩数据流和浏览数据流 在实际的应用中呢有很多的图像处理和预处理工作呢 都适合呢从主机的CPU转移到图像采集卡上来完成 以降低呢对于主机CPU资源的占用 为此呢 那USIS呢通过呢Customologic功能呢开放了图像采集卡的FPGA编程接口 使得呢使用者呢可以将自己的图像处理功能和算法呢 移植到图像采集卡的预处理中 这些可移植的算法呢包括 或查找表过滤卷积形态分析 Bio转换颜色转换平常矫正斑点分析压缩激光线提取等 Customologic呢作为一个开放的功能呢它是免费的 在一些高端的图像采集卡上呢可以直接的获得 在图像处理的计算中呢 那GPU的并发运算呢对于图像处理任务来说呢更为适合 也越来呢越被广泛的使用 但传输大量的图像数据呢非常占用CPU和内存资源 而且的时效性也非常的差 GPU图像直传呢这个功能呢 可以呢将图像数据呢从PCIe总线的直接呢 传到GPU进行处理 从而呢解决这个传输占用的问题 那USIS所有的 QAXLINK采集卡呢都支持呢 GPU图像直传 并且呢支持AMD和英伟达两大系列的主流GPU 在很多的应用中呢采用了多个相机来执行图像采集的任务 多相机系统的复杂性呢远高于单相机系统 那么USIS呢通过支持多相机的灵活拓步结构呢 提供各种多相机的连接方案来满足不同场合 多相机配置的需求 那么下面这张图呢显示了各种支持的多相机图谱结构 重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张图所展示的混连方案 呃有一个大相机和四个小相机呢被连入了同一张图像采集卡 那么通过它呢可以使用一张采集卡呢将不同的相机连接至主机 这样子呢大大的简化了系统的设计 多相机系统的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技术问题呢就是相机同步的问题 在各种复杂的连接下呢实现相机的高质量同步呢需要先进的技术手段来保障了 那C2C Link呢是URASYS图像采集卡内置的一个相机同步功能 那通过开功能呢可以实现呢同一主机内不同的相机的同步 呃或者呢不同主机间的相机的同步 而它使用的时候呢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呢将同步端口或者同步适配器呢做相应的连接即可 当图像采集系统呢变得越来越高速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呢 信号波形和事件记录以及分析呢对于诊断系统的问题呢变得越来越重要 URASYS呢提供了非侵入式的事件记录和分析工具Memental 来帮助呢系统工程师呢获得各种系统底层的信号和事件信息 它可以记录相机图像采集卡的以及它的驱动 还有呢主机的应用的相关事件 啊并且呢以非常友好的图形方式来显示 而且呢它对于CPU的占用呢是很少的 介绍完了最新的图像采集卡产品和技术呢 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图像采集卡的应用 我们知道呢在高端制造业中呢图像采集检测和处理呢也是其重要的一环 而图像采集卡呢对于高端制造业中的图像检测应用呢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看一下呢Mini MicroOLED制造中的应用 Mini MicroOLED制造中的有很多工艺呢都需要高速的视觉检测 比方在封装工艺中呢需要对芯片的焊线前后呢进行UI检测 那么视觉方案呢一般都选用 大面震相机加高速的图像采集卡 比如呢Eurasis的CorexLink Quad G3图像采集卡 加2500万的相机可以实现呢120帧的高速图像检测 半导体晶圆制造过程中的多个工艺呢也需要视觉检测 来进行一些关键尺寸的测量或者是一些缺陷的检测 那么视觉方案呢一般呢也会采用大面震的高速相机和高速的图像采集卡 比方是Eurasis的CorexLink Quad CXP12采集卡 选用了6500万的相机可以实现大概95帧的帧率 理电的制造呢工艺呢复杂而且精密 视觉检测呢贯穿其绝大多数的工艺中 比如说切割焊接 而在磨切啊叠片卷绕的工艺中呢需要高速视觉来完成 复杂而且大量的检测工作 视觉方案呢一般选用现正相机加高速图像采集卡 比方说Eurasis的GrabLink 4或者GrabLink Duo采集卡 然后呢配用4K相机可以实现呢210K赫兹的行频的高速检测 另外还有一些应用呢比方说3D检测和测量 可以使用呢Eurasis的CorexLink Quad 3DOE这款图像采集卡呢 进行高速的3D图像采集 另外呢在PCB制造中呢3DAOI和SPI呢通常采用结构光3D成像技术 配合呢大面真相机和高速图像采集卡来构建方案 比如说Eurasis的CorexLink Quad G3采集卡 配1200万的大面真相机呢可以实现200帧的理论帧率 在RGB的三个通道上面都可以实现60帧以上的帧率 大大的提高检测效率 最后呢如果大家呢对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感兴趣呢 也可以和我们直接的交流 这里呢有我们的销售联络方式 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呢 查找我们在国内的代理商的联络方式 也可以呢通过下面的电话或者邮箱呢 直接跟我们取得联系 另外呢我们呢提供非常丰富的产品资料 通过下面的几个网址呢 大家可以下载到我们产品完备的规格书 我们的驱动软件 以及呢在我们的文档资源中心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教程视频和开发手册 我们在上海和深圳呢也分别设有当地的办公室 我们有工程师呢为大家呢提供的技术咨询和帮助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些联络电话呢直接联络我们 另外呢我们提供了我们的官网地址 我们的微信账号以及我们的B站视频的二维码 也欢迎大家关注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到现在就结束了啊 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的参与 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大家提问